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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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睡啥子 老子跟你说话 你到耳边疯 还要把我都收啥子 收啥子 人家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在楼上 在楼上 你听到吗 你两个人都也听到 我说话 你就穿蚊子 你穿蚊子 你究竟耍不耍朋友吗 你这么年纪了 耍吧 耍吧你就起来 说啥子 管你耍不耍朋友 凡天你不要睡的鸭子 说到下不睡 那天有一个 就是昨天的新闻 是一个河南的猪马店的 18岁的女孩 姥姥就是不愿意 我相信这是留守儿童 和留守老人的故事 没有妈妈出现 没有爸爸出现 姥姥就是让她去相亲 她不去相 然后就把她赶出去 跟狗睡 睡到露天 那姥姥的说法呢 就是和她一样大的人 都有生孩子的了 立即下面的评论 怎么不报警啊 从北京坐高铁 四个半小时可以到竹马店 你以为离得好远 好像是 那今天呢 这个也是上了官喉了 是 上藤条了 女孩不去相亲 上藤条了 你们的自己的婚姻 都过成狗血 是吧 年轻人都恐惧婚姻 你还这样子给孩子们 是吧 你们把婚姻过成有宗教属性的 相善的 真善美的 他们不抢着跑到婚姻里去啊 美国BBC 英国BBC拍的纪录片 问那个五岁的小男孩小女孩 你说你愿意结婚吗 都说愿意结婚 我也愿意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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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他说这个 看到我爸爸和妈妈在一起 那个太美好了生活 可问题是呢 这个爸爸妈妈的 他也不是最大的责任者 应该问在天之父 是吧 在天之父 在天之母 你们怎么样在地之父 在地之母 这个婚姻的过程 狗血一样 是吧 如果你们没有在天之 你们到底谁是你们在天之父 在天之母吗 你们能搞得清楚吗 恐怕他们从来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很郁闷的 我这个不准初二的 失业农民工的大思想家 我发现了这么多深刻的问题 既然发不出声音来 我一开口说话 我老婆就让我去闭嘴 他就不允许我说话了 小编大哥们也不允许我说话 我这个月的奖金就都被你扣掉 为什么呢 我这里还发牢骚 我二十个视频在过沙 他就那里 就是因为那三个视频 我奖金都被给你扣了 就是因为问在天之父在天之母吗 是吧 头顶有一双眼睛看着我们吗 不是就是啊